嗨,我是海妈 球菊是由一根这么小的苗苗 很容易长到开上几百上千朵花 尤其被新手喜欢 因为它满足了对一盆花的极致巅峰想象 球菊的管理第一项就是水的管理 对着球菊花盆里面去浇 你看我没有把花头给它浇到很多 因为球菊的花量特别大 支撑它的 你看一下这个根系 全是包得紧紧的 所以浇水要反复的一二三四五 浇一次吃一会儿 而且水压还要低 因为大水去冲刷它 它浇不进去 尤其是满头花苞和要开花的这一个周期里面 水的管控对于球菊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点 在秋天气温在二十到三十度 正是球菊开花的这一个周期里面 要防控牙虫 可以用到千百计的浮虫胺 按照剂量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可以持效三个月 随着浇水这个药剂就会溶解在这个表面 然后产生内吸的效果 从而控制到牙虫 菊花它是一个短日照开花的作物 如果完全开成我手上抱的这个样子上 要放到商业空间或者室内环境里面 茶几上去欣赏 一般是可以的 但是不建议超过一个走 一个星期就得要搬到阳台上去 让它去接受到阳光 阳台的阳光对于球菊来说 基本够用了 另外还有一个注意要点 避免在冬天把它扔掉所有的菊花 它都是一个树根植物 冬天是要休眠的 开花的这些杆子就全部枯萎 很多人误认为它已经嘎了 它好得很 它在孕育第二年更大规模的爆花期 留着第二年春天三月份破根切开 为它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花盆 也可以直接换到三家轮 或者五家轮 这取决于你的栽种环境有多大 在第二年的管护过程中 确计不能让它随便的长高 那得要一直剔 大概是长到40公分左右的高度 然后密密麻麻的花包 7月下旬的时候就停止修建 40多天时间交给它 孕育花来然后开放 好了球菊的养护到底如此 关着海妈排你挣花 它是非常适合新手的 会容易点燃园艺热情的一个植物 不妨试试看 拜拜